- 狗掌玩玩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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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那這一次呢我相信各位 - 有發了我Twitch的或是YouTube的觀眾 - 其實有發現我 - 從去年10月以後就不再玩 - Overwatch這款遊戲了 - 相信各位應該都知道 - 很有名的非常有名的一個 - 共學事件 - 那之後 - 我就轉往了RAMBO 6 - 紅彩六號 - 那我自己是 - 很早很早大概開始玩的 - 半年多到一年之間 - 買了這款遊戲但是一直都沒有 - 開起來玩 - 對那在這之後 - 就花了特別多的心力 - 開始在上面琢磨認識 - 研究跟怎麼跟 - 大家一起遊玩 - 甚至是做比較 - 我不是專業的I'm not pro - 所以我只能做出很多 - 很大量的娛樂效果 - 那在這之中呢我發現 - 其實我自己 - 很喜歡一些特定的角色 - 像是Fuse - 像是Captain - 還有Fuse - 還有Legend - 嗯 - Lion - Thinker - 對這些角色 - 那我自己在 - 有去稍微研究一下 - 關於他這個 - 紅彩六號的公仔 - 對於是呢 - 我就先買了一隻 - 我自己還蠻常用 - 也自己也蠻喜歡的一隻角色 - 就是Banley - Yes - Check this out - This is Banley - Banley - 那為什麼會挑他呢 - 主要是因為我自己常用 - 再加上他這個角色 - 他這一款是 - 我記得他們叫做 - 呃 - 七 - 七 - 也不叫七吧 - 就是七比 - 首先呢 - 打開的時候他會附你一張卡片 - 這張卡片 - 那卡片上的序號呢 - 可以幫助你兌換 - 那個R6的 - 吊飾 - 你的吊飾可以掉在槍上面 - 對那基本上你看到這支影片的話 - 不用特別暫停 - 或是去找這個號碼是什麼 - 因為我已經換完了 - 因為我已經換完了 - Well guys - Check this out - It's a Banley - Banley right here - 對 - 他在看著後方 - 他準備要下電了 - 他準備要下電了各位 - 那基本上他這個做工其實算蠻精細的 - 這個一個小小的大概10公分左右高度的 - 他其實做很多細部的細節啊 - 顏色 - 甚至是他這個鏡子的面罩 - 其實做工是算真的非常非常的細 - 我覺得是整體上 - 我覺得這個公仔 - 做得還不錯的部分 - 做得還不錯的部分 - 總之這次開箱的就是 - R6 Rainbow Six - 的 Bandy - 之後 - 之後 - 如果他出了像是Fuse或是Capcan - 做工又很精細的話 - 我就會買 - 其實一開始我在玩R6的話 - 我主要是玩Finka - 那艾瑜他的公仔 - 他的Finka - 其實做得不是很 - 很理想 - 所以 - 我就沒有買他 - 那 Bandy我自己偶爾會玩 - 所以 - 而且加上他勝率其實差不多40幾% - 算是 - 算蠻高的角色 - 所以我就 - 就買了 - 做一個收藏 - 那這次他的盒子沒有任何回收 - 沒有任何凹筍 - 我就會把他留下來 - 那 - 希望 - 你們各位 - 會喜歡這一次的開箱 - 開箱 - 歡迎大家 -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-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- 不要忘記在下面按讚訂閱加分享 - 然後呢 - 告訴我 - 你最喜歡R6的什麼角色 - 你最愛玩什麼角色 - 然後你最想買的公仔 - 是哪一款 - 然後 -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- 然後 - 如果喜歡的話 - 也不要吝嗇 - 掏出自己的利用錢 - 去買 - 記得幫我收藏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